刚刚我们有提到有关制定函数 比如说我今天像我成绩函数跟成绩函数多重 那假如说这个函数或者你有可能不止这么多 不止两个可能很多个 那这么多函数如果你要给别人使用的话 当然如果对方他本身就会VBA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个程式码给他啦 他贴上你刚才讲说贴到模组里面嘛 你的那个就会有这个方选出现 不过前提是对方已经有学过VBA 如果他没学过的话那就麻烦了 那怎么办呢 如果没学过你就跟他讲说 东吴推广部有上课来报名 OK 不过是不是也因为这样关系 所以每一期这个报名的情况都还蛮好的 因为这么难的课程也有这么多人来报名 我觉得刚开始有点惊讶 因为像这么难的课程 其实在以往可能来的都会是工程师 而且本身一定有一定的基础 现在这个也许是整个浪潮整个大数据的关系 我想也有点关系 大家也会想说怎么样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好那第一个可能会需要面调 如果他对方是不会那怎么办 首先你当然你要把这个分享给他之前 恐怕你要先注意第一个 你要保障你的智慧财产 也就是说你写了这么多VBA 未来你现在可能还是用改的 可是将来如果你有自己的原创性 而且有你的这些智慧财产在里面的话 首先你可能面临到第一个问题 如何把VBA的这个功能不要让人家看到 也就是说进来会有一个密码 加上密码 那怎么加密码 第一个请你在VBA这个环境 上面有个VBA Project按右键 它有一个叫VBA Project的属性 属性里面的话 请你切到保护 打勾密码加上去 我习惯练习我都加1234 比较好记 不然到时候你忘记的话 也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之前有同学忘记问我 我也不知道 你问我我没办法 因为这个 而且他现在的密码 已经越来越远格 以前是32位元的还比较好破解 64位元的基本上很难破解 所以基本上还蛮有保障的 他把它关掉 如果说你下一次 假如说要去开启它 我把它储存了 储存之后 下一次再开启它 在这里 同样把ESale打开来之后 一定要先启用 因为我们预设是一定要启用 它才会执行 然后这功能有没有出现 这个功能有出现 都有 可是问题我签到开发人员 Visual Basic 因为刚刚我有加了密码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对方他知道 你这个功能很好 怎么写的 他也学过了一点皮毛 也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但是他要点开你的时候 这边有个加号 密码 所以他如果没上过课 他应该不知道1234 如果上过课 他应该就知道了 那就把按确定 有没有出现了 模组里面打开 程式就出来了 不过 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把这个功能给取消掉 一样 就是进来之后 把密码解除的话 就是把保护这个打锅取消掉就可以了 把密码把它删掉 按确定 储存再出去 这边密码就不见了 所以加上去跟清掉 都是从上面这边按右键 VBA法家属性 把它打锅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当然 因为我们会牵涉到 就是说 我将来要把一些这个VBA程式分享给别人使用 别人电脑里面呢 也同样具有某些VBA功能 不过特别是 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要给他的话呢 当然制定函数 他会一定会出现 可是如果说 Sub 我们刚刚写的是Sub的话 除非对方会做按钮 不然他这个功能 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前提是他会做按钮 不然没办法 所以大部分呢 如果你要分享你的程式的话 请你写成什么 写成所谓的方选 制定函数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那我们当然这边有 可是我问题要怎么样 别人的电脑 也可以出现 有我们这些 所谓的制定函数 第一个 你需要怎么样 把档案给他 OK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跟他讲说 请你开启这个档案 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假设你给他了 然后呢 他也怎么样呢 到他的电脑里面 把他打开了 好 记得哦 就是给他档案 或者寄给他也可以 他写一个说明 跟他讲说 请你一 另存新档 第二个的话呢 请你怎么样 按一下那个浏览的时候 找到格式 存档类型 有没有 请你把它改成 所谓的争议级 特别知道 争议级 那选哪一个呢 以色有争议级 不过他有旧版 我们选那个 就是以色有争议级 这个选项 那所谓的争议级 就是说呢 将来他以色有打开的时候 会自动启动的东西 等于这个 一个什么外挂 有一个外挂 然后把它按一个储存 它会存在哪里 你会发现到上面路径 Microsoft的Add-ins Add-ins就是争议级 那实际上的实体路径在哪里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路径 usory 里面的这个 反正主要就是说 它开启会帮你叫出来的意思 好 这个时候呢 它的争议级就已经装好了 但是呢 如果它下一次开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还是没有那个功能 我们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把它这个把它关闭好了 这个我们储存一下好了 OK 好 那下一次它如果开启一个新的Excel档案 再开启活跃部 那你可以试一下 插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看有没有增加什么使用者定义 不过你会发现呢 现在有没有 其实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存好争议级之后 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打开 因为你已经装好了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你打开 它是没有 啊什么打开 记得 再到 这边有个机关 其他命令 其实就跟我们开这个制定功能区这边很像 只是说它在哪里呢 下方 有没有看到增益集 增益集点击它之后 那我们找到什么呢 下方有个管理 那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装了 但是如果我没有把它叫起来 你还是不能用 必须要把它打开 怎么打开 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 刚刚我们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 这个范例党的名称 02的逻辑函数 所以你把这个02的逻辑函数 打勾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呢 表示说 我已经把刚刚的那个争议集呢 把它叫出来了 好 这时候呢 完成 再试一下 也没有办法出现呢 我们需要的东西 使用者定义 有没有 这两个出现了 所以未来当然你可以 另外再产生一个档案嘛 那个档案叫什么 公司内部的制定函数 等等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给每个人 每个人把这些会整 所以你当然 制定函数可以update嘛 一段时间就请同事update一下 再更新版 对不对 一直更新 这样全公司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有需要用到的那个制定函数了 这样做起事来 当然就方便许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你把那个逻辑里面 特别注意就是第一个 先加上密码 OK 开发人员里面呢 加上密码之后 再去做后续的动作 加了密码之后 然后第二个就是 给对方另存新档 存成那个所谓的争议期 这边 争议期存好 这边这边 然后再把争议期里面 把它怎么样 执行 打勾 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模拟情境 就是 前面的部分是 你自己的电脑 后面的部分呢 是你把这个档案给另外一部电脑 不过其实 当然我们练习是同一台电脑 所以你可能 最好是可以试试看 用不同的电脑 乱乱看 所以你把这个档案 给另外一台电脑 请它装起来看看 你可以把历来 我们 也许我们前面练习过的 方法集结起来 看装起来看看 会不会OK 理论上这个应该 还蛮好用的 那我用这个方式 就是安装 就是只要给对方 他就还蛮聪明 刚开始可能不熟练 后面好像都还蛮熟的 自己就更新 更新版本 所以全公司 每一台电脑 都会有需要的那些 制定函数出现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